各位朋友好,我是李洪宽,今天是4月19号,今天啊,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, 就是这个,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叶是营养非常高的啊,是一种美食,而且非常健康。 我呢,今天啊,就让大家看一下我后院的一种葡萄啊,这是其中一个葡萄, 葡萄应该是玫瑰香,看到吧,由于啊,没有顾上,简直没有来得及, 所以它现在已经太晚了,葡萄看到了吗,葡萄已经开始抽碎,这葡萄都看到了, 理论上,我应该可以吃这个嫩芽,就是这个,包括这个葡萄, 这个啊,应该把它可以吃掉,但是呢,就发现啊,这个品种啊,生翅啊, 生翅啊,非常老啊,它的纤维非常粗,那我今天呢,就学神农寺, 然后呢,想办法啊,摸索出一个,这个,烹调的方法来, 我准备啊,先用,呃,水煮,做汤,啊,煮它20分钟看看,能不能嫩,啊, 待会儿再向大家这个,报告结果啊,这个,这煮汤的这个,配料啊, 啊,可以加什么,鸭架啊,啊,可以加这个,火腿啊,啊,还可以配上这个, 这个新鲜的煮笋啊,啊,如果煮20分钟,啊,能够,呃,把它煮烂的话呢,啊, 那就是,是一道,营养丰富,秀色可餐的,颜色非常好啊, 味道很好,只是口感太粗糙,纤维太硬,谢谢大家,再见。